國民黨今天辦新科立委座談 那民進黨是辦在明天 一月二十三號 民進黨要舉辦新科立委共識營 那賴清德也將以黨主席身分出席 這也是首次總統當選人 進入立法院參與活動的名譽 因為賴清德明天如果要去立法院 他現在還是現任的副總統 對不對 所以可以說是相當罕見的一個狀況 確實因為賴清德的身份很多重 那現在他除了是總統當選人之外 也是現任副總統 不要忘記他也是民進黨黨主席 所以你看今天朱立倫 他用黨主席的身份 先跟這個所有的新科立委先座談 當然他是要先擺平傅崑奇的爭議 那賴清德的部分 當然他是黨主席 他當然要先跟這個新科立委來談 所以我認為說民進黨現在是五十一席 雖然說是變第二大黨 但是我認為說未來你知道今天國民黨 他也認為說這個跑票 你只要蓋錯一票 你的這個政副院長就很可能會翻盤 對 所以我認為說第一個先要先團結 黨內自己先團結 你不要蓋錯票 尤其是蔡鳥立委 蔡嬌 你很容易蓋錯 所以要先跟他們喊話 你至少這一局 你五十一票票票都不能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當然就是說 未來雖然是國會第二大黨 但是你包括這優先的法案什麼的 他還是要先進行一個政策性的宣誓 當然我還是回過頭來 我想說賴清德看起來 他現在就是說選完之後 他腳步並沒有停 除了全臺灣先卸票之外 他今天已經先做了黨務的改革 今天這個目前為止 先我們看到一個訊息 包括就是說新任的 這個新聞部的主任 吳貞就來到我們縣長 對對對 的主任 那另外呢 還有包括張志豪 他雖然卸下新聞部 但是未來會轉戰組織部 還有王毅川 王毅川戰神 戰神王毅川 他去接了政策會的這個執行長 那我認為說 光是這個黨的先的人事佈局 我覺得展現兩個意義 包括王毅川 因為王毅川他之前有這個 搶救王毅川大兵的行動 不可否認 就是因為搶救王毅川 讓民進黨的政黨票向上提升 並沒有這個垮掉 而且還這個向上提升了 所以王毅川他全臺走透透 他聆聽民意 他就是很知道民怨在哪裡 包括他自己也曾經做過交通局長 未來針對 譬如說包括計程車 一些這個相關的 大家民怨抱怨的問題 我認為說王毅川 去接了政策會執行長 這個很接地氣 我認為這是第一個指標 第二個吳貞 那不用講啊 他跟這個李政浩 卓冠廷之前有一個 在選舉的時候 有一個真正義聯盟 包括各地的接幣 打幣 甚至就是還有年輕人 年輕人 你是不是未來要這個trade 或是說要怎麼樣貼近年輕人 所以我基本上 我認為先黨的改革 跟黨的這兩個佈局 吳貞代表年輕人 跟代表接幣 這個然後王毅川 政策接地氣 我認為說這個黨的改革 代表說他有想要這個 這個至少是往前進的一個力量 所以你可以看賴清德 他雖然還沒有先接 還沒有接總統 但是現在黨的人事布局 這一塊的話 我可以看得出來 我就說他想要在立平 在520就職之前 先從黨務這邊 先著手 先有一個改革的新力量 因為我們剛剛談到這個國民黨 有關政副院長的這個選舉 就讓人家看到他們黨內的不團結 那綠營在這方面 應該相對沒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吳貞嗎 其實這幾天我參加一些這個 包含網路上的網友發起的聚會 或者說在卸票過程中 聽大家意見 確實非常多民進黨 我們自己支持者 不論是年輕的 或者是說這個比較資深的 大家都對這次開票的結果 真的是一則一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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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當然賴清德總統 這個順利當選了 那優的事情是說 看到包含青年選票流失 包含中間選民很多 很大程度轉移到 這個可能民眾黨和柯文哲這邊 那當然大家會擔心 就是說這個選前 包含很多這個網路上的消息 感覺民進黨有時候被壓著打 好像你要澄清的速度都比不上 跟不上假消息傳播的速度 那未來已經可以看到 新的國會民進黨是嘲笑也大 所以你新的國會新的民意組成 未來民進黨你要一邊繼續扛起執政的包袱 但同時面對到的不論監督的力道 不論是攻擊的炮火 一定是越來越猛烈 所以大家也很擔心說 那民進黨未來這個包含網路上的空戰 輿情的回應等等 到底要去怎麼做 其實大家都有很多的想法 其實坦白說也蠻焦慮 所以這個部分我也有跟這個黨這邊來表達說 只要有需要我們地方 那也希望未來加入可以去協助 不論是在網路上跟年輕族群溝通對話 而且特別是現在大家都會期待 非常及時的互動 傳統這種早上開個記者會發個新聞稿 然後隔天再可能做第二波回應 這種現在真的都已經太慢了 現在大家期待是早上事情 馬上可能中午下午就要開直播 很迅速的來回應大家 所以我想其實未來面對到 不論是新國會更強力的檢驗 更強力的炮火 那或者是說在未來 這個賴清德總統 首次去突破台灣 這個歷史上八年的魔咒 第一次去把這個腳步跨到 延續到十二年的執政 要怎麼樣去一邊扛著執政包袱 一邊去帶給大家這種改革者的氣象 其實我想這都是民進黨 不論是賴清德主席 賴清德總統 接下來都是一個很大的任務 我們希望一起來努力 立委的角色是要跟其他人合作 然後帶領整個國家的進步跟發展 所以有人說立法院不是民眾 哪一個人的武林 所以黃國昌這樣的一種態度 會不會讓其他人 那七夕立委反而沒得發揮 來 郭東哥 怎麼看未來我們的國會 藍綠白之間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可以意見這個會級國會將是我們民主化以後 最黑暗的一個任期 不管是韓國瑜當立法院長 傅昆琦當副院長還是黨團總召 那將會是國會的一個最大笑話 而且傅昆琦還大言不慘 要國會改革 拜託傅昆琦先生 兩件事情 你的國民黨內部有沒有改革過 怎麼改 先把黨內改革一下 跟全國人民講一下 我們國民黨改 第二個國會改革 你怎麼改 你提出了五大改革 全部都擴增你立法院委員的潛力 哪裡有改 你今天公開出來講 要除傷害 從我本身傅昆琦做起 不然你改誰 怎麼改 我聽起來真的 不但是騙擊 還是最諷刺的一個笑話 你可以想像一個畫面嗎 韓國瑜當立法院院長 然後副院長是傅昆琦 兩個曬瓜先揹 揹在台上 還是傅昆琦在黨團 總召在協商黨團 這個協商的時候他主持 你能想像嗎 韓國瑜給他的印象 過去我們放過給大家看 能混就混 能撈就撈 好好好 華布隆今天當立法院長 好了這個名位給你啦 你就慢慢去那裡混吧 那黨團總召不一樣 是掌控所有法案的協商 跟法案的方向 那個偉兵 你已經那麼重要了 那你傅昆琦 不客氣講 今天報紙說 你千顆雷雷啊 那你在改造國會是怎麼改 改哪些你要跟人民講 不是說給立法委員一個調查權 然後還要一個懲處罰則 然後立法院院長 副院長中立 然後經會要公開透明 都是騙人的 很多支持的開始後悔心痛了吧 前前就已經告訴你們了 顧錢大吉啊 你可能為了過年的愛愛恨 所以不支持這個 然後幾個地區激戰機 哎呦 寧可讓他分裂 你也領個投票 那個不當選的 好了 民進黨掉了 很明顯就這三席沒有當選的話 如果民進黨有當選 民進黨今天五十四席 你讓他們去鬧吧 我五十四席最大多數黨 你現在這個黑暗 其實是每個台灣人民 都要去承擔承受的 為什麼啦 因為每天都在鬧啊 來台北地在鬧啊 賴清德總統在進行的時候 講過一句這麼明顯的話 不能讓國民黨贏 一贏黑軍全部回來 好了 這次你看看 地方派系 地方黑軍全部回來 集中大本營在國會 那現在韓國一當院長 傅昆吉如果當總召 哇 那你說多少黑金華愛 多少黑心圖利的 全部在裡面可以過關 多可怕啊 觀眾你沒想到這個 你都沒想到他們過去 整過去這幾年蔡英文做的時候 國會至少還控制得住了 大家可以改革方案很多 現在沒有了 每一個案提出來 都要經過層層關卡 民眾黨少數黨杯葛不同意不配合 然後立法院院長就一試隨便不敲 大家在圍包圍攻立法院院長的時候 他不敲你怎麼辦呢 你不能替他敲啊 所以會搞成今天這個樣子 這場選舉當時我們一直講 很重要很重要 現在好了 既然大家人民選擇是這樣 我們要看這個任期 這些立法委員要怎麼表演給大家看 民眾黨辦這個小草見面會 希望能夠將柯文哲的聲勢 能夠延續 但是在這個進行 這問答QA的時候 有人就問這個民眾黨 是不是會泡沫化呢 然後柯文哲竟然嗆說 確信不會 而且他說希望酸民 活得夠久 現在是怎麼樣 那個對於不投給柯文哲的人 然後柯文哲是用這種對立 用這種嗆的這種態度來面對嗎 這樣子還能夠增加他的這個身世嗎 確實就是說柯文哲 他大家都說他是一人政黨